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冬契奇和波尔金吉斯两人,在末节,如天神下凡般的表现,独行侠才能够立刻雄鹿,拿下本场比赛胜利,正是雄鹿强悍的实力,才逼出了最强的波尔金吉斯和冬契奇。 本场比赛,波尔金吉斯,出场33分钟,砍下26分,17篮板,全场20投10中,3分线外期重4,2分投篮命中率,达到50%,3分投篮命中率,高达57%,正负值,更是高达加17。 冬契奇表现,同样出色,全场出场,36分钟,砍下27分9篮板9助攻,全场20投10中,投篮命中率,高达55%,正负值,高达加18,并且两人,在末节的表现,至关重要。 前三节比赛,独行侠虽然开局,都取得领先,不过在下半场得分,便会陷入停滞,因此,三节结束时,雄鹿保持着,4分的领先优势,但比赛进入第四节之后,波尔金吉斯天神下凡,单节投篮4中4,3分线外3投3中,以100%的投篮命中率,砍一下11分。 他的表现,绝对是雄鹿在第四节,能够反败为胜的,最大原因,值得一提的是,波尔金吉斯虽然,在上场比赛中,迎来复出,但他手腕,依旧存在伤币,说是带伤出战,一点也不为过,即使是在,这样的条件下,波尔金吉斯这两场比赛,发挥非常出色,分别砍下,23分12篮板,以及26分17篮板,并且投篮命中率, 以及3分命中率,均超过50%,两战狂轰,49分29篮板,毫无疑问,健康的波尔金吉斯,绝对是联盟顶级的内线水准,甚至有望成为,诺维斯基的接班人,本赛季至今,场均能够送出,20加9的数据,1.58亿的,大合同似乎也是物有所值,如果抛去伤病因素,波尔金吉斯绝对是,东气旗身边最好的二当家, 虽然最近传出库班,想要再修赛期,交易波尔金吉斯,荆州勇士,会再修赛期,追逐波神,假如库班一意不行,要交易波尔金吉斯,那么勇士,必然转翻天,毕竟勇士就是,差这样的内线大个子,文言小白, 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